金星都被太阳烤干了 水星为何还有上千亿吨的冰? 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 金星的体积和质量与地球最为相似 因此金星也被称为地球的姊妹行星 人们曾经以为 这颗星球上有可能存在着生命 甚至还可能存在着智慧文明 然而在有能力探测金星之后 人们才失望地发现 金星上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其表面平均温度高达464摄氏度 如此高的温度 使得金星表面连一滴水都没有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生命 为什么金星会成为这样一颗星球呢?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 太阳表面的温度高达5500摄氏度左右 而金星与太阳的距离又比地球近得多 在太阳的质烤下 金星就逐渐被烤干了 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们似乎也可以推测出 由于与金星相比 水星离太阳更近 所以水星更应该被烤干才对 那实际情况是否真是如此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尽管水星上没有液态水的存在 但那里却有大量的冰 根据科学家的估算 水星上的冰至少有上千亿吨 那么问题就来了 金星都被太阳烤干了 水星离太阳更近 为何却有上千亿吨的冰呢?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金星表面之所以会如此高温 除了太阳的炙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它的大气层 金星的大气层有两个特点 一、它主要是由二氧化碳构成 其中有大约96.5%的气体 都是二氧化碳 二、它非常厚 以至于它的星球表面的大气压 可以高达地球的92倍之多 太阳辐射波长 主要为0.15至4微米之间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短波辐射 在吸收了太阳短波辐射之后 星球表面的温度就会升高 同时也会释放出波长更长的辐射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长波辐射 所以星球吸收的来自太阳的热量 其实有一部分会通过长波辐射 重新回到外太空 而二氧化碳则是一种温室气体 它可以吸收星球表面 通过长波辐射释放的热量 进而使星球表面的温度升高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温室效应 在我们地球上 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很少 因此其实产生的温室效应并不是很明显 但显而易见的是 对于金星来讲情况就不大一样了 毕竟它的大气层那么厚 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在金星上就存在着太阳系中最强的温室效应 大量的热量无法有效地散发出去 在此基础上 再加上大气层中的气体流动 会将这些热量四处传递 这样就使得整个金星的表面到处都处于高温状态 相对来讲 水星的大气压平均值约为10的-14次方八 大概相当于地球表面大气压的1万亿分之一 基本上等于没有 所以水星上没有温室效应 其星球表面吸收到的太阳热量 也无法有效地传递 所以在水星上 只有太阳直接照射的像阳面 其温度才会很高 最高可以达到大约428摄氏度 而没有太阳的背阳面 温度却很低 最低可以达到大约零下190摄氏度 那么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上千亿吨的冰 是不是就存在于水星的背阳面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水星是以3比2共振模式围绕着太阳公转 也就是说它每次转三圈 就会围绕着太阳公转两圈 所以水星上是有昼夜交替的 即使是水星表面的某一区域 暂时位于背阳面 它迟早也会转到向阳面去 实际上水星上的冰其实存在于它两极区域的永久阴影区 简单来讲 由于水星的转轴轻角行为0.034度 其次转轴几乎与它的公转轨道所在的平面完全垂直 因此在水星两极区域看到的太阳 总是会位于地平线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 水星两极的低洼区域就会被周围较高的地形遮挡 进而一直不会被阳光照射到 而这样的低洼区域就被称为永久阴影区 由于不会被阳光照射到 这些永久阴影区的温度就很低 通常都可以达到零下100多摄氏度 因此它们就具备了储存冰的条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 科学家就注意到水星的两极 有数十个电磁波反射率异常偏高 且偏振率异常偏低的区域 并据此猜测 这些区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冰 这一猜测最终被信使号水星探测器 于2011年证实 而正是根据信使号传回的实地探测数据 科学家才估算出水星两极的冰 至少有上千亿吨 科学家推测 水星上大部分的冰 应该都是小行星、彗星 以及微陨时代来的 当它们撞击水星表面时 会将一些水分子释放出来 这些水分子在黑夜时会凝结成冰 而在白天时 冰则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而蒸发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过程 使得水分子在水星表面不断地移动和变化 而当它们移动到温度极低的永久阴影区时 就会以冰的形式被储存在这里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 来吧关注本频道